好,Mia,现在是你了吗? 后来煮海鲜和鱼,后来煮海鲜, 你会煮食材料 我们已经把海鲜都做完了,肉也做好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蔬菜,主要是三种颜色的椒 青椒,红椒,黄椒,大色椒 我会放很多椒,我会放在所有地方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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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还是一样,放的是橄榄油 我们会放一些颜色 可以帮我再来吗? 可以看到我们铁板烧的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很多东西上去 当然还是会烤得很均匀 用大烹饪的菜类,你也可以煮很多烤鱼 你也可以邀请很多客人 可能10-15人可以吃自己的菜类 我们这个铁板烧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看到,因为我们的设计 而且也是,而且还有非常大 所以可以放很多的菜 就算家里有很多客人也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,我们可以放 甚至是两种不同的食物在上面同时一起烤 比如说这边放一点,这边放一点 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可以放一点,香菇上去 可以吗? 再一个 再一个 来,放它 好,好 好 现在的鱁板烧,有很多鱁板烧 放在鱁板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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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鱁板烧 放在鱁板烧 准备 准备 但是这样熟的时间会稍微比较糖一些 但是香菇里面的水分只要一出来 很快就会缩小,然后就已经可以了 谢谢 这些菜 最大的特点就是 根本就不需要很多的调味 只要有橄榄油或者是黄油 放一点盐和胡椒 味道就已经真的是非常好了 然后但是我们这里呢 会放一点简单的大蒜或者香菜 给它稍微提升一点的口感 首先那是大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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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用鱁板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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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菜呢我们最后才放 好 我已经可以闻到那个蒜 加上那个香菇的那个香味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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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好 更加的好 我可能会说法语,因为我说法语 因为法语人们喜欢食物 那时候不好意思,有时候会共启一两句法语 毕竟法国人对美食非常的热情 做这些食物的过程中,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经常的搅拌 保持它均匀的受热 好,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香菇已经好了,可以看到已经变软了 这边是芝麻 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内,我们已经做好了很多道菜 真的是非常的公正 不管家里是有宴会,有客人,有朋友过来,有生日 都是非常适合的 香菇已经好了 与此同时,我们甚至可以把另外一个蘑菇也放回去 可以闻到那个花椒的味道 稍微这样有一点黑,变得软软的,真的很好吃 这种菇呢,只要是软了,就是已经可以吃了 味道非常的好,很有嚼劲 然后这种蘑菇也是很会吸油 所以倒油的时候,必须要放得很平均 已经差不多要好了 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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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最后,倒上之后,还可以再放一点生菜 味道也是很不错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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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